来来到新闻龙卷风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开箱了 开箱什么 开箱我们的第五摄影棚 先来注意到这摄影棚里面的摆设 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摄影棚里面的一般来说 它的范围很大 功能很多 摄影棚里除了要播新闻 播气象 录节目录棚目 还有当然就许许多多的一些 电视台要作业的方式都在这个摄影棚 那我们在中天新闻台有两个摄影棚 第四跟第五的话在新闻部的部分 那先来看到这个摄影棚 来先注意到这里就是主播台 主播台的位置就摆在这边 那早上的时候 曾经的新闻主播会在这个位置播 旁边呢是一个绿的key板 key板的功能是什么呢 key板的功能当然就是 对于说像一些虚拟的画面 像我自己在中天的话 气象的部分呢 我是先预录的 因为呢要录龙卷风的关系 时间跟气象的时间会刚好卡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站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key板就是刚好把那个 电脑的画的图 卫星云图各地温度 小叮咛就刚好用电脑合进去 所以我们穿的衣服呢 当然就不能有绿色的衣服 要不然你被融合进去 连卫星云图都会在自己身上跑了 接着呢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萤幕 这个萤幕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在播气象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我们一般 后面是绿key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要看旁边的萤幕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回看 知道自己手笔的位置对不对 但是这个手的位置跟方向来说 其实是左右相反的 所以你如果是左右这种方向的概念 非常强的人 基本上来说 你要播气象 你会很痛苦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新闻龙卷风的来宾的席了 来宾的话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椅子 现在因为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有装这个塑胶的隔板 每一个来宾都把它隔开来 那将对比较安全 如果有五个来宾就放五个桌子 五张椅子 如果说呢 有更多的来宾出来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放的椅子 位置就会再多一些些 接着来到最主要的 我们在讲题目的时候 讲题目的就要到这个大的 这个触控萤幕了 这个触控萤幕呢 它本身来说的话 我们来宾会站在触控萤幕的右边 那我呢 是站在触控萤幕的左边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大的 这个电视墙 这个电视墙我们很有趣 导播主的人都叫这个叫冰柜 那我们常常就讲冰柜冰柜 有人会觉得冰柜 会不会是那个棺材 放那个湿起的冰柜 其实不是 这个就冰柜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电视墙 后面就会呈现的 就是这一集的龙卷风 有时候会有一把特殊的一些画面 给呈现上去 但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摄影棚来说的话 它其实整个范围跟面积呢 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性的 所以我们相对之下呢 在这个摄影棚的使用上面来说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非常多功 我站在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我自己本身主持就站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距离其实也还蛮远 我们摄影机刚好推到了旁边去 要不然我看到摄影机的位置 其实就是最后面那边 有一台摄影机 就这一台 这台摄影机 它是会拉到这个 这前面的这个地方 那由这里呢 它拍我 所以相对的 我看到摄影机的距离 其实是蛮远 那我主要的主位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我踩通常一般一踩在哪里 踩在这个点 柜柜这个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上面的胶都已经被有踩掉了 这个点就是我一般我站的时候 开场或者是站置中的时候的位置 就会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看到摄影棚上面的话 灯光也蛮多的 各种灯都有 那现在因为用的都是属于那种冷光灯 所以它不会发烫 那以前古早前 那十几年前用的这种鲁素灯 如果你是戴着变色眼镜的话 你可能还会因为这个鲁素灯关系 使得它的那个眼镜的颜色会变化 那我们看旁边的摄影机 一般来说 一个新闻龙卷风要拍摄的话 需要有大约四机 有四台机器在这边 另外呢 我们在顶上的部分呢 其实还有一台 跳空的摄影机在这顶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摄影棚的整个功能是非常多 那我们后面是一个玻璃的 透明的玻璃 那我们的玻璃的外面呢 可就是我们的整个编辑台 新闻部的整个新闻作业来说 它就是靠外面的编辑台 它们的运作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 你可以看到 编辑台目前的话 有些正在on新闻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刚好是已经快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所以呢 现在我们所谓的1819的新闻 也正在隔壁的棚 正在拍摄 正在直系上的 做一个live的动作 所以呢 电视台 其实它整个运作来说 是非常复杂 环环相扣 每个同仁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 跟每一个人制作的东西 甚至他们的分工 都是一个非常细腻的 所以呢 也很感谢这八年半来 许许多多的这些朋友们 在这商中 支持我们新闻龙卷风 那我们龙卷风 未来走在网络上面 我们仍然会继续坚持下去 那当然也请你继续锁定 我们新闻龙卷风了 今天你看到的就是 新闻龙卷风的一个摄影棚 在这边 我把它介绍完毕了 你看到没有 我现在就准备要去忙什么 我准备要去忙 中式的气象了 因为等一下中式气象 可是一个live的 在晚上7点50分的时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